一年一度 永安石斑魚節開幕 高速市長陳其邁來鄉挺 美食市集除了有農會帶來的 石斑魚生鮮 還有面線業者研發石斑魚面線 要持續打響永安石斑魚名號 價格也非常好 現在的農大 大家看到的比較大隻的 農膽石斑價格大概200左右 大貨差不多百貨 中國單方面禁止台灣石斑輸入 一度讓國內價格慘跌 但政府政策挽救魚價 香港也出高價搶購 卻傳出斑斑吃石斑 恐怕不夠吃 高雄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小朋友 大概337所學校裡面 大概都已經吃過第二輪 在今年吃到第四輪沒有問題 高雄斑斑吃石斑 第一輪在10月登場 陳其邁說第二輪也已經開吃 一輪17噸龍虎斑 一學期吃四次 渴望吃掉50多噸 供應學校的都是五斤重 大尾龍虎斑 取肉率可達38% 相較於還有九個縣市 可能吃不到 高雄因為有永安鄰園產地 陳其邁有信心 石斑魚供應高雄學校吃四次 不用擔心 近期為李一清 杜云傑採訪報導 這個地步是首次 有限期間的治療 我們相比的 強少年來做 難免 金牌 順 你有限期的